上次发的除去庄块间杂草的视频 特别受大家的欢迎 然后这次的话 我特别隔了一周来反馈一下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至少在这一周来说 有一个地方长了一根小草 我估计是我的图里面的种子 那根没有去除干净 但其他都非常蛮好 近距离的看看 沙子也还在里面 非常碰一下是非常硬的 就基本上可以完全防止这个植物再长出来 然后我听很多人在说 用光药水枪 用药 用酸 用盐 等等方法 但是我觉得这些方法都不能够真正把根 从土壤里面给拔出来 然后给了植物同心再生长的一个机会 所以一定要小心翼翼的 把所有的根都拔出来 再用沙子把它完全的覆盖上 这样才是一道永逸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 来插一句题外话 最近天气越来越热 虽然前几天的话 有暴风雨 降雨量比较大 但是最近几天特别炎热 我们家前面这个小湖 已经完全的 把中间浅的地方 已经完全被铺路在外面了 特别热 然后泥水特别黑 我家狗的脚全不弄脏了 然后换一个角度 看看这个湖的样子 还是非常漂亮的 希望赶紧下雨吧 然后周围的一些草坪 今年都特别黄 除草的工作量大大的降低 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 Peace out